记录真实服务民生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昨天我们栏目报道了一个叫小王军的男婴 才出生刚不久 就被家人无情的抛弃到了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儿科病房里 那么这个孩子怎么样了 他的家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让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事情的经过 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叫王军 前不久他被家人遗弃在医院的儿科病房里 在孩子家人走后留下的一些东西里 医护人员发现了一块特殊的纸尿裤 他们写的就是说父母在外打工 无力照顾这孩子 就是就把这孩子丢给阿尔夫人上 好些人把这孩子收养 据医护人员回忆 当天送小王军来医院的一共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个子高一点是个女的 大概在一米七左右 二十三四岁这样的 大概眼睛长得大 然后一个中年男子显得就比较腾素的 然后大概五十岁左右的 个子比较矮一点 医院首先为小王军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除了刚来时就有的肺部感染和腹泻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疾病 还有就是给他做了像宫内感染的这些检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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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起 套起系列 都是好的 这个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还有就是免疫实相 免疫实相 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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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我们还给他做了甲热性功能的检查 就是内心地系统甲热性功能的检查 也是好 也是好的 清身骨肉 他怎么舍得 把丢起了 他说他家里面没那个经济条件吗 比较纳闷 因为你刚住院 我们还没说要什么花费 对吧 你就把丢了 最后 按照小王军家人 在入院登记表上留下的姓名和地址 我们并没有找到那个叫张继的 自称是小王军爷爷的人 没有叫张继的 张继 没听说过 最后 在复阳市市公安局综合查询系统上 工资人员搜索了整个复阳地区 叫张继的人员的资料 最大是72年 小继不符合 最大是72年 什么地址啊 名字啊 包括孩子的名字 出生年月全是假的 如果把小王军 移气到医院的那两个人 在孩子入院登记上 留下的都是虚假的信息 那么他们又是谁呢 和孩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又为什么要把孩子丢到医院里呢 他父母为什么不要他 觉得很疑惑 这两天 围绕着这个被家人遗弃的 刚出生才两三个月大的孩子 两个没有透露身份的陌生人 一块写有字的纸尿裤 大家产生了很多的猜测 我估计是不是 一个是私生子 私生子 那小王军又是谁和谁的私生子 为什么当初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与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把他移气到医院的 而且入住的记录上 那名男子与孩子登记的关系 是祖孙关系 他妈妈小嘛 那个小孩的爸爸也小 然后这个小孩的爷爷呢 就不同意 不同意他们两个 然后但是他们俩 就是说他是一个私生子嘛 有的讲理 认为是打工的 跟一个什么老板 私生子之类的 后来看个又不像 因为那个男的 也不像那么大老板的那个样子 更多的人从孩子刚来时 不太正常的表现上分析 这孩子肯定是有大毛病 这小孩肯定是有什么治不好的病 心脏上有问题 要不然就脑汤之内的 心脏病 脑汤 在小王军刚来医院时 医生就给他做了心脏踩超 和头部CT的检查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大的问题 是系统的稍微饱满 但是不能诊断他是脑汤 或者是脑汤也不去 因为我们诊断脑汤是这样 六个月之前 即使他有一些脑汤的诱因 比如说早产 脑类出血 缺氧缺氧缺氧脑病这一块 但是我们六个月以内 我们一半不诊断 另外这个小孩呢 后来我们也给他做了 一个全面的体检 包括我们康复运动医学科 也给他汇诊了 有某一些就是 比如说有些发育 有些吃后 但是还够不上 诊断脑汤的这个标准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杨主任判断 小王军极有可能 是一个早产儿 他出生的日期 不会是治疗库上写的 10月28日 应该是更早一些 这小孩不像个青春儿 经过我们后来的早产儿 在干预治疗以后 这个小孩的就是恢复 也就是说 他进步的还是蛮快的 现在经过 针对性的康复训练以后 小王军的情况 已经越来越好了 你抱着他 你跟他 他好像认识你那种 他眼睛会注视着你看着你 看人的眼睛 你喊得什么样 都很灵活 小王军是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但是他的家人 却还没有出现 难道他们真的 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更多的人最不能原谅的 是他们为什么 要丢掉自己的孩子 本来一个人讲 家里面穷 然后没有签字 然后也遇到他了 很多人很多讲话 然后我觉得应该 也就是没有签字吧 再困难 你可能反而丢下 我觉得小孩应该像他妈妈了 因为好像听别人说 都是男还像母亲 女还像父亲 我觉得应该快像他妈妈了 小王军的亲生父母 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他们又是谁 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呢 就在小王军 被丢在医院的第五天 一位自称是孩子母亲的人 突然出现了 他冲进来了 然后开始不知道这人谁 然后站在床旁边 小孩子 要不然我今天也不会过来 他说我是小孩的妈妈 然后我看看 再看看那个小宝宝 我觉得他们俩是挺像的 这个自称是小王军妈妈的人 叫张瑞 他说 自从把孩子丢到医院以后 就天天想孩子 后悔当初的做法 这次和他一起来找孩子的 还有孩子的爷爷和奶奶 孩子的爷爷再次见到小王军 也很难过 他说 那天大孩子来医院的 就是他和儿媳张瑞 当初 之所以把孩子抛弃在医院 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 出生到现在都失踪在医院里 花了不少钱 孩子的爷爷说 孩子出生时是个早产儿 生下来才1.3公斤重 又有病 在当地医院检查 怀疑是脑瘫 孩子的爷爷告诉我们 他们家不住在安徽复养的西郊 他们是河南省顾史县人 他自己不叫张济 孩子也不叫王军 这一切都是他编造的 但是当初把孩子丢在医院的主意 确实是他出的 那也会不及 他爷爷直接想问 他爷爷让我先走 他爷爷害怕我什么的走 他说 他说你先出去 在门口等着我 他说等下你 他说越看越少 他说你先出去 他说你就在楼下等着我 他说我一会就去 我就不走 他说没办法 难道仅仅是因为 没钱给孩子治病 就把他丢给了医院吗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他们是孩子的家人 随后和飞市莲花派出所的民警 在核对了他们带来的相关证件后 最终确认 他们确实是孩子的家人 胖多了 精神多了 医生告诫孩子的家人 像他们这样 擅自丢弃孩子 而且有意隐瞒孩子早产情况的做法 很容易耽误对孩子的治疗和早期干预 或给孩子留下永久的遗憾 早产儿容易造成 身后以后肢力发育的不好 本人早产他就是不成熟 他可能剩下来肺发也不好 心脏也发也不好 好在医院很早就判断出来 肖王军可能是个早产儿 并给予了及时的干预治疗 就是70%到80%的病 通过三个月以内进行 急时的干预以后 他会可以达到完全正常 除了运动的干预以外 也要对他进行声音 比如说我们跟他讲话 对吧 然后通过各种颜色 对他进行刺激 这些都是有助于他神经发育的 都有助于他 就能够最大限度地 减少他以后残疾的一种可能 孩子的家人来到医院以后 医院又给孩子 做了十多天的康复训练 小王军表现得非常好 走的时候是 从我们临床角度来讲 叫治愈出院 都好 家里面就要保了 然后到这边 他爷爷又给他起了个叫王军 孩子的妈妈说 不能再叫他王军了 应该给他重新起一个更有意义的名字 就叫姚徽生吧 所以你都在安慰自豪的 然后又给他第二次生命 然后说好 就这个名字 跟他跟他在一起 时间长得觉得有感情 这种孩子重新回到了 情人的怀抱 这也是我们医院 全体之物的最大的信念 呀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 要你知道你最美 孩子出院了 名字呢也由小王军 变成了姚徽生 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孩子 我们也不再想指责任何人 孩子是一个早产儿 他匆忙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本应该得到更多的人 更多的关爱 希望小徽生的家人 以后能够更细心地照顾他 让我们一起来祝愿小徽生 健康快乐 看着这马上就要进入 春耕的季节了 要提醒各位农民朋友的是 这个实话 地里有个小东西 您不能不防 要不然啊 这辛辛苦苦剥的种子没了 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央苗吧 又会被啃了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专搞这种破坏呢 我想这会儿你已经猜出来了 就是老鼠 也许有人又要说了 这老鼠谁不知道是害虫啊 一年四季见得多了 为什么偏偏要在春耕的时候 来灭鼠呢 马上就要开始春耕了 河北无极县村民马桂民 开始准备庄稼的种子了 可没曾想 就过了一个冬天 这种子就少了很多 这是谁偷的呢 虽说老马心里头有数 可还是忍不住 要亲自调查一番 晚船这一侦查 好家伙 到处都是可恶的老鼠 俩当中 相当厉害 相当厉害 晚上十分钟不来 到处都骂了 俗话说呀 这老鼠过街是人人喊打 咱农民朋友对这家伙 可以说是咬牙切齿 谁家没有被这家伙给祸害过呀 老马家的老鼠还不算什么 咱们呀再来看看 2007年发生在湖北省洞庭湖区的那场鼠害 那才叫罕见 这场面够壮观的吧 这么多的老鼠在田里 可想而知 这庄稼能被毁成什么样子了 那这老鼠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 这老鼠的罪状可是不少啊 更可恨的是 它还会在河坝上打许多的小洞 这一旦要是绝了堤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农田里还要你剥种之后 吃你剥下的种子 甚至幼苗 专家介绍 在春耕时期 老鼠对农业的危害尤其大 春偷一颗种 秋少一岁脉 春咬一根苗 夏少一斤骨 所以说春耕季节 灭鼠工作实在是刻不容缓 在生活中 大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家属板 老鼠药 各种武器都用上 可效果为何还是不明显呢 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叫做心意反应 对于你放置到 它经常生活环境里面的 这些新的物体 老鼠夹子 年属板 就是说可能有一个 本能的回避 但是呢 它这个回避是有时间的 这个行为慢慢会消失的 看来这老鼠可真够狡猾的 不过没关系 有人对付得了它们 还是来看看 灭鼠专家们 是如何灭鼠的吧 第一小组 负责家庭灭鼠 看这两个小姑娘 年龄不大 它们能行吗 这儿有一个鼠症 有吗 有 像它这儿这个样 就是老鼠的尾巴 这儿会比较安全 真够没有毒 用鼠夹 鼠笼这些东西不行吗 不行 像家里边 要是有一些小孩 或者宠物的话 不太安全 两个小姑娘介绍说 对于老鼠 有吸引反应的特点 在家里灭鼠 无论是 粘书板 还是鼠夹子 一定要先放置 一段时间 等老鼠放松了警惕 再放上幼儿 一定会守到擒来 再来看看负责粮仓和猪圈灭鼠的第二小组 准备工作进行了怎么样 哪个 它这儿就是用鼠夹 鼠笼和电猫 不能用化学灭鼠吗 不能用 为什么呢 因为化学制剂容易污染到饲料 好家伙 这工具倒是准备的不少 怎么样够专业的吧 人家说了 这可叫物理灭鼠法 可是记者却发现 这位专家 把鼠夹放上右耳 摆好位置 却不打开机关 这个老鼠 它对新生事物 新生事物 它很敏感 得先放这一段时间 让它试一段 看来也是要等老鼠 熟悉了这些器械 方可痛下杀手 第三小组说来奇怪 他们选择了在大街上进行灭鼠 专家介绍说 在这里灭鼠 和在田间灭鼠 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使用第二代抗凝穴鼠药 这种鼠药放在大街上 能安全吗 第二代抗凝穴的话 是非常成熟的灭鼠药 要非常安全 它是慢性的 老鼠吃了以后 一般的要到三天到五天 打到死亡高峰 所以的话 即使说有人误吃了以后 他可以采取急救措施 是来得及的 五天过后 第一小组首先有了成效 使用粘书板 共抓到六只老鼠 第三小组用时七天 在大街上 共计捕捉到大的小小 七十多只老鼠 怎么样 够厉害的吧 负责猪圈灭鼠的第二小组 用时要长一些 在第十二天的时候 所有机关全部打开 当天就捕捉到二十多只老鼠 十五天 共计捉到老鼠六十多只 这行家出手了 成绩当然会不错 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短片 让大家都能够成为灭鼠高手 我也学会了一手 就是使用工具灭鼠的时候 摆好工具以后 一定要耐心的等上几天 等老鼠对这些工具熟悉了 那时候灭鼠也就更容易了 此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最好是大家齐动手 全方位的进行灭鼠 老鼠具有流窜的特点 这家灭完了 那家还没灭 要不了多久 这老鼠一流窜 这几天的功夫也就白费了 所以要大家齐动手来灭鼠 现在我国很多地区 已经进入了春耕被拨阶段 春天天气比较干旱 咱们还是要注意节约用水 如果您有什么更好的节水妙招 欢迎您告诉我们 让我们一起加入到 节约用水的行列中来 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联系电话 010-6219-0567和010-6219-3567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站 生活567栏目的首页留言 还可以给我们发送短信 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发送 T加留言到1066-9999-200 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好了 生活567和你在一起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一名儿童在水泵房的水管里 痛苦挣扎 我想到小孩睡醒了 会不会醒呢 它究竟发生了什么